妹妹做生意向哥哥借了60万却迟迟未还 哥哥拿着借条找到了妹妹 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让妹妹泪流满面 哥哥说给你当一回大哥 我不能看着你有难 原来妹妹和妹夫创业做生意 本金不够就向哥哥开口借钱 哥哥丝毫没有犹豫给了他60万 但是约定的换款时间过去了很久 妹妹也没有还上钱 而哥哥没有怨言也没有催促 他知道妹妹生意不顺利 逼他也没有用 这天妹妹来哥哥家里玩 坐在沙发上愁眉哭脸的 脸上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笑容了 哥哥感到很心疼 于是哥哥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回房间拿出借条走向了妹妹 妹妹看到借条 以为哥哥是在催自己还钱 急得眼泪都下来了 哭着说哥能不能再缓缓啊 哥哥看到妹妹误会了 连忙解释说别哭了 我不是跟你要钱 是让你把借条撕了 妹妹听后一脸纳闷了 不明白哥哥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说撕了干啥呀 是想重新写借条加上利息吗 可没想到哥哥却说 你们两口子生活压力特别大 我不想看你这么累 这个借条对我来说也只是个数字 我不想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撕了它也是防止我岁数大了不再了 我怕我的孩子跟你们要 所以我决定趁我还清醒 我还有权力 有能力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把它撕掉 我给你当一回大哥 这六十万就当大哥送你了 以后如果你们发达了 你可以还给我或者是给我的孩子 妹妹听完泪流满面 她连忙说别撕别撕 说好了是给你借的 怎么能不还呢 可是哥哥还是把借条撕了 然后说你不要有压力 好好生活 这是你大哥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对你的责任 妹妹气不成声 对哥哥说 我一定努力还 哥哥借着这个机会 教育旁边的儿子 对儿子说 你能不能像我这样帮助你的妹妹 儿子大声喊 能 男子又说 以后当你有能力 要学会帮助你的弟弟妹妹 这是你作为哥哥的责任和义务 看到这个事情 眼泪都流出来了 多少兄妹因为钱撕破了脸 不想往来 而男子把兄妹情放在了第一位 不希望儿子跟她的姑姑翻脸 这样后代的亲情能一直延续下去 办事父母恩 一辈子兄妹情 兄弟姐妹的意义就是有情有义 有暖有爱 摔倒的时候有人服 难过的时候有人陪 自始至终都有最亲最值得信赖的人 愿妹妹不辜负哥哥 欢迎你 感谢观看